受寒冷天氣和流感高峰期影響 今年初起到公立醫院急診室求診和入院的需求持續上升 全港十五間主要的急診室 每日平均求診人次比十二月多了大約百分之十 當中被分流為危殆、危急和緊急的病人亦顯著增加 這類病人因為他們的病情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需要有額外人手去處理病人 而另一方面因為內科病床他們比較緊張 所以需要入院的病人他們未必立刻可以安排到床位 所以很多時都會在急診室短暫逗留 這段時間其實對於我們急診室有限的空間和人手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壓力 在急診室樓上照顧住院的醫護人員同樣繁忙 但是內科病房一個月之內 高峰期試過加開超過190張臨時病床 除了四人房要變六人房 走廊、洗手間外的空間都要用盡 盡能力接收有需要的病人 醫院多個部門已經調配人手 包括減少員工休假應付需求 我們亦希望加強巡訪服務 希望一些情況容許病人盡早出院 而騰空病床給一些更加需要的病人 我們亦希望舒緩急症醫院的壓力 將一些情況比較穩定的病人 轉送一些非急症醫院處理 我們亦會減少非緊急入院 如果情況再惡化下去 我們便會考慮減少進行一些非緊急手術 醫管局呼籲市民善用急症室資源 並內心等候服務 希望市民和醫護人員加強溝通 互相信任、互相體諒 而每逢星期一 甚至是長假期前後 急症室的求診者是會相對增加的 市民亦可考慮去就近的普通科門診 或者私家診所求醫 目前一些急症室 亦有張貼一些醫院附近的私家診所資料 方便市民參考 農曆新年期間 亦會特別增加普通科門診的診證名額 讓市民多些選擇 principalmente醫院附近的第一工能 今ago前 Vielen蘭 早安 後� stär慘 reduction Nin uur 楞